《风神演义》 还是挺看重神位的 只要有机会 都想到天庭上谋着一官半职 不过神位有限 只有365个 要想进入榜单 就要凭借实力 关系和运气了 而江子牙作为风神大使 守执风神榜 权限极大 有人说江子牙只是个传话的 原始天尊让他宣读一下而已 哪有那么大的权限 逼着道认为 这话固然有理 但实际执行者是江子牙 正所谓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做点小动作还是可以的 比如江子牙就通过自己的关系 将自己的徒弟龙虚虎 封为九丑星 将自己的前妻封为丧射星 要知道 在原著中是明确说了龙虚虎 不在榜单之内的 结果却上榜了 而江子牙的前妻马士 并不是在风神大战中战死的 是自己上吊的 怎么也能上榜呢 所以说 这都是江子牙的私心 既然江子牙私心如此重 为什么不给自己也风神呢 关于这点 在原著中提到 原始天尊明确说了 他只能想人间富贵 但不能成神成险 师父虽然这样说 但江子牙的内心 还是非常想去天庭成为神仙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原著中 有一回讲到江子牙死后 灵魂朝着风神台回去 只要进入风神台 就可能成为神 但是看管风神台的使 轻浮神百戒 他拿着百灵番轻轻一推 就把江子牙的灵魂 推出了风神台 从这一幕我们可以看出 江子牙内心 其实并不想担任风神大使 自己修到四十年 成不了些 到天庭成神也是不错的 结果自己的算满落空了 江子牙抢进风神台 但是被推出去了 而在原著中 还有两个灵魂 人家已经待在风神台了 而且还三番两次 提到他们兄弟俩是榜中人士 但始终没有被风神 他们就是高明高教两兄弟 一个是陶经 一个是流鬼 原著中提到 紫牙记起大神鞭大江下来 二人难逃此难 只打得脑江崩流 二灵以往风神台去了 有人说 他们不是被封为千里眼和顺风耳的吗 也许这受我们习惯这么认为 因为在原著中 根本就没有他们哪 笔者分析 他们哪为什么没有被封神 很大可能是连累轩缘少了一座庙宇 短了供奉 断了财路 就跟轩缘焚三腰 被女娲抛弃是一样的道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